哈囉大家好 我是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丹尼歐 歡迎收看深入淺出 好久沒有拍深入淺出這個節目了 大家有沒有很想念這個節目呢? 首先我要請教各位 各位在打磨這種比較細小邊框比較窄的零件的時候 那又配合著C面的話 會不會在打磨的時候這樣 對不起 首先我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在打磨這種比較小的零件的時候 像這個它邊邊比較窄 旁邊又有一個C面的這種結構造型 在打磨的時候 會不會很容易把它打磨成圓弧形 然後讓它的邊角的銳利度就消失了 我自己是很常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能是我操作打磨板跟砂紙的時候的操作模式 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這樣操作砂紙會很容易造成說 我的邊角有歪輕有霸 可能是我打磨板太大塊吧 我也不是很確定 那總之就是削一邊它就歪一邊 那我再把它調整 然後就歪一邊歪來歪去歪來歪去 最後就把C面整個都磨不見了 也是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在最近呢 我就去添購了一個新的武器 就是這一款 長谷川的十把錯刀套組物 錯刀這東西呢 其實我們一開始不會太推薦新手去使用 因為它的削切力很強 很有可能會造成說磨過頭啊等等的狀況 不過對於一個比較進階的玩家來講 一把具有較強削切力的打磨工具 應該會對我們的往後製作會更加的 有一些好處吧 就是可能製作上會更有效率 讓我們在一些比較不容易打磨到的地方 可以有更好的銳度 因為它削切夠強 掉出來的表面就會夠銳利 總之今天呢就是要來實驗這一組錯刀 到底能不能達到我想要這個效果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來測試看看吧 好那今天我選用的這個零件呢 是這個漆黑攻擊的膝蓋零件 我們可以看到說它整個表面都是比較偏向圓弧形的 那為了測試這個錯刀的削切力呢 我想要挑戰把這個零件磨成很方正 把這個邊角給雕塑出來 把它變成一個很銳利很銳利的零件 來看看它到底有沒有這個能耐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測試看看 直接實際來操作吧 那在操作之前呢 對於錯刀這個工具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 錯刀它不像我們沙子這樣來回去操作 它通常是單向的 意思就是說我這樣子放著 我推就是一個方向去推它 一個方向 我們不能來回去搓動它 這個是錯刀需要注意的一點 而且再加上說它的削切力比較強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盡量不要對它施加過多的力量 我們就開始製作吧 好 我們現在看到呢 左手邊這一塊呢 它就是我剛用錯刀去進行削切的一個零件 那右手邊這塊是它的原件 最明顯的就是它正中間這一段 這個地方它的 冷線已經被磨得非常明顯 原本圓活的地方也都被雕出了一個很銳利的角度 那在這個零件的地方呢 我做了一點 左右邊做了一點差異 左半邊這條 我是直接 讓它去呈現一個比較銳利的線條 那在右邊這一側呢 我去刻意做了一個C面 你會看到用錯刀去打磨出來 這個C面 還是非常的清晰 這種呈現方式 我自己在用砂紙配合打磨板去打磨的時候 是比較難以做到的 所以 錯刀它確實有它的可取之處 感覺還是蠻厲害的一個東西哦 好的 那在今天的這個實驗之後呢 發現 每一種工具它被創造出來 都一定會有它的價值存在 那 這個錯刀 對於現在我來說真的是 非常非常讓我感到驚豔的一個工具 它可以達到我以前所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就像阿基米德所講 給我一個適當的支點跟夠長的棍子 我就可以撐起一顆地球 只要給我一把錯刀跟適當的時間 薩克磨成鋼彈也不是不可能的好不好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讚並分享 想要接收更多模型相關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或去Facebook搜尋 好男人模型工作室 隨時關注好男人模型工作室的近況 我是Daniel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現在那些工具 一起開始 想要來的 你不想要來的 我會找到你 我會找到你 感谢观看